好,我們下午燦愛你 很開心 在這個法國貝貝來臺六周年的時候呢 不僅走才來了 我們還有我們的小新洋帥哥 喜安加入我們 很開心的 對 今天是非常難得的日子 我們好棒桌的總裁 來幾個帥的縫子先 好 好,吳貝貝的安心老師 來,我們右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當中呢 他陪這些小朋友 一起做一些雙人啊 親愛的卸妝露 結果後來他的經紀人 就帶了卸妝露回去給他 他就說喜安很喜歡 喜安秀次用的感覺非常好 後來有一次也是在活動中我就遇見喜安 那喜安也非常有禮貌的一個大男生 他就謝謝我說 他說 Santa Volta的產品真的很好用 他說可是我不知道就是他們有大人的產品 他一直以為只有小朋友的 然後因為他根本有小孩對不對 那個小孩就很剛好是我們法國貝貝的使用者 結果後來我們也是聊很多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很客氣很有禮貌 那他也聊到說 他說你們接下來品牌有什麼計畫 我說我們過年前我們要去育幼院 我們要去觀愛之家幫他們大掃除 我說因為他們很缺人力很缺志工 很需要幫忙 我說所以我們就全公司去當義工 去大掃除用我們法國貝貝的產品 而且因為法國貝貝產品是全天然的 小朋友其實你剛看到的影片 小朋友都搶著要來洗搶著要來玩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玩 然後那我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 他們都衝突突過來要跟我們一起 那其實我說我們產品因為很安全 就算小朋友一碰到了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2020年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做公益 那我很感動的是陳希安他馬上跟我說 他說那我跟你們一起去好不好 我說太好了我們公司都是女生 哪一個男生可以幫忙辦公司 我說太好了來得好 其實我們擦不到的地方 就可以交給小安因為他很高 然後我當時只是覺得 他馬上就給我看照片說 他在幾年前他就去過了 他就有去當志工 我說好啊 我說那你自己願意來跟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當然非常歡迎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那我們也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現在的大環境不好 那很多人可能捐錢 可能捐一萬的變成捐五千 捐五千的變成捐五百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那都是盡自己的能力 盡自己一份心意 那我想表達的是說 外愛之家他其實 任何一個遊樂園我相信都一樣 他都需要很多的幫忙 需要金錢 需要人力 需要物資 那我覺得我們為何不一起來做一個影片 跟在我們的另半圍裡盡量的去推廣 去提醒大家 其實不管你有多少 不管你能做什麼 你的一分力量其實都是一份幫助 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心情獲得出去 聽你們的名字 這句其實不是第一次嗎 剛剛你聽人說 就是幾年前有到關愛之家當過志工 那其實當時 聽良心講 環境比起現在差很多 對 我覺得這個是五年前 然後五年之間 我覺得關愛之家的 就是整個環境 然後人員管理什麼 進步很大 那我看了其實 那一天去其實 開心比較多 因為我第一次去真的 比較環境比較糟 然後小朋友又多 然後我覺得 需要很大的努力 才可以去改善這些東西 結果這次去就覺得 小朋友也很開心 然後看他們其實很快樂的樣子 那我覺得 就也很感謝關愛之家 這幾年的努力 就很明顯 我都可以感覺到 我看你還有幫小美女玩考度 所以平常有在練習嗎 有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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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練誰的 練誰的小孩 就像晶婷剛剛說的 其實我不是 我一開始知道法國會被 就是因為 我知道他們是 有出這個 寶寶用的東西 但 為什麼他會特別有名 第一 其實他名字很明顯 那我知道是法國的牌子 然後是 有機純天然的 然後可以用在寶寶的屁股 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大嫂 他們在找 特別找法國會被 拿來清潔屁屁的 對 明明很平 對 媽媽們都有這樣 他們在討論這個東西 對 然後就說這個這個很好 我才 就耳聞說 有法國會被這個品牌 那剛好就是 後面應援機會 遇到 然後這個牌子 那我就覺得 其實這是很有緣的 因為 我根本就不會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就 為什麼 因為你哥哥的小孩 對 然後你又五年前去了關愛之家 然後他又去關愛之家 然後你又在關愛之家 有個連結 他一提關愛之家 那我就說 沒問題啊 因為我去過 我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但他提關愛之家 我就 二話比說 就說好 他們的小孩都是乾乾淨淨開開心心的 我真的覺得 那種感覺是 你知道這裡的人一定很愛孩子 他們一定把孩子照顧得很好 像我們那天在現場 小朋友每個也不怕生 都很開心的來跟我們要抱抱 每個都來討抱 每個都要抱抱 然後我們在洗奶瓶 在做家事 他們全都衝過來 要跟我們一起 好高興 然後他們也都不會害怕 不會緊張 我覺得這是有很大的愛 才會做得到的 所以真的我也非常非常 就是謝謝有像楊姐這樣子 這麼願意去關愛這群人 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人 對 對啊 你看每個人的力量都有限 但是呢 楊姐串聯 Tiffany Tiffany串聯了 Anson Anson 在跟大家來呼籲 其實下一次我們都可以一起去關愛這家 對不對 也希望說 把我貝貝真的很好專域 更多的企業 可以來關懷一些需要被關懷的人 就是說我們除了做銷售 推廣好的產品之外呢 也能夠為這個社會經營的力量 那也這個喜安明年 2020年愛心大使 就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下次代言也是你了 你在這邊幫喜安講一下 謝謝 謝謝 喜安接下來還有什麼計畫 2020年 除了愛心大使之外 對 整個我個人 對 你個人 對 主要還是希望在戲劇這一塊 有更多的表現 對 很多人可以看到更多的小安 那看到小安呢 也都會想到我們法國伯伯 因為他是我們的愛心大使 是 那我們也先請喜安先稍作休息 好 好 謝謝 謝謝